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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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来她的女神所带来的那座小岛附近化成了一座大山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海中漫画927话结尾的何之国将军 有意思的是这个已经在何之国干尽坏时的无头龙 在漫画中第一次出现的话语中就明确地提到 他今天一定要获得何之国的花魁女神小子的芳心 而从小子亮山上并迷倒众人的游行 包括罗宾的老师在形容他时所说的 他高雅的连神都无法打动他的芳心 这些情节正好就对应了 日本坊间传说中从无恶不作的龙神无头龙 和他散发着遥远光芒的女神的故事 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 这一切都还只是猜测 正如他的名字所示 何之国将军大蛇 还完全有可能是被砍去三颗头 或是没有在这次出场 露出了另外三颗龙头的霸气大蛇 但如果这个可能会成真 那还会完全露面的何之国将军黑塔大蛇 可能就会成为一条被爱情所改变的无头龙 好了本期内容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网航员 海东真题 我们下期再见